大野猫深度解读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哈佛演讲中国式现代化 藏独港独分子扰乱秩序彰显美国无能狂怒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4年的4月20日 应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邀请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先生 发表了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美关系的主题演讲 强调在这个动荡的世界 中国的选择是对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探索中美新时期的正确相处之道 有人问怎么看 咱这么说 谢峰大使呢还聊了其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 美国应该跟中国相互尊重 然后呢进行自由贸易 美国不能否定自己当初的理念 等等等等 这等于什么 什么自由贸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现代化 这些东西对于美国来说是什么 这对美国是起脸输出 美国怕什么来什么 中国为什么强调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 美国是中国的朋友 因为只有这样让美国会更加的疯狂 美国要跟中国速战速决 因为美国已经没有时间了 中国有时间 中国可以慢慢的耗着你 但是美国只能是无能狂怒 因为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所以这里边呢 咱们就有必要深度解读一下 谢峰大使的主题 有人问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怎么理解 大野猫认为实现全面发展 强国兴邦的道路 中国人探索出来了适合自己的那条路 不需要照搬西方的制度 甚至文化上全盘西化 这点很重要 这一点是西方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否定了他们的优越性 这个中国式现代化 直接戳穿了美国人西方人的废管子 因为他从根本上否定了美国西方 一直推崇的现代化理论 即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 必须走西方的道路 比如西方的制度 以及文化西方化 这个所谓的现代化理论 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比如说 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曾经有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他说过中国需要被西方殖民三百年 才能实现现代化 那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所谓的殖民三百年 这套理论从哪里来的 不就是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从肉体到灵魂 全盘西化吗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是现代化 它终结了什么 它终结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捆绑 以及西方道路的唯一性 西方文明的优越性 以及美国例外论 美国文化优越论等等谎言 那有人问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这里边就有必要强调一个东西 叫全球经济民主大战略 什么叫经济民主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经济民主与美国倡导的政治民主有什么不同 我们知道 美国西方经常把政治民主当成工具 所谓的政治民主 是按照西方的定义 即参政议政投票方面 每个人在法理上有着相同的权利 关键词是法理上 是指一个精英与一个红脖子 在投票的时候 法律上赋予的权利是平等的 现实中能实现多少呢 两说 但最起码法律上是平等的 那么什么叫做经济民主呢 是指每个人享受物质发展的权利是平等的 凭什么发达国家的孩子可以享受到早期儿童教育 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孩子连下顿饭可能都无法解决呢 或者在一个国家里边 富豪的孩子可以享受更多的资源 而穷苦人家的孩子却不行 这难道是因为个人的懒惰吗 还是其他的问题 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根本性诉求是不一样的 但是经济民主对政治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全面超越 政治民主主要体现在法理上 这个法理有一些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 那经济民主呢 是不是杀富极贫或者财富再分配呢 这么说 如果你想追求社会稳定 杀富极贫或者财富再分配也不是不行 但不解决问题 那究竟如何实现经济民主呢 这个答案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提高生产力 当物质基础极大丰富超越了人类社会的总体需求的时候 就可以实现经济民主了 这个构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边叫大同世界和谐世界 马克思的笔下叫共产主义天主教社会学派的平均分配 说了这么多 这个经济民主跟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大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 即每个人生而平等都有追求发展 享受幸福 进而达到共同富裕的权利 那有人说 那等一等 你这个东西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你说的这个东西是美国宪法 这其实就是我要说的 为什么说谢丰大使在哈佛演讲是对美国进行起脸输出呢 啥意思 你看一看美国的国父们都知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是什么 可见这一代美国人有多么的旺本 当每个人都有享受发展权利的时候 这是什么 这就是经济民主 当经济民主实现了以后就实现了什么 实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达到共同富裕的追求 当你达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物质极大丰富 实现了经济民主的时候 那下一步呢 政治民主也实现了 最起码政治民主在操作上会更加的公平啊 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民主在理论实践方面 对于美国西方所宣传的政治民主要优越很多 这不是西方想要看到的 这也不是西方想要听到的 当美国当西方听到了这个 他除了无能狂怒 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而且中国正在实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让西方根本就受不了啊 举两个例子 首先中国芯片实现全面突破 然后怎么办 然后中国的芯片白菜化了 咱举个例子 车规及芯片的MCU 在没实现突破之前 每一片三百美元 当中国实现了突破全面的白菜化之后 每一片一美元 这是什么 这就是每个人追求富裕的权利啊 中国人把它实现了 中国人实现了量产 中国人实现了白菜化 中国人实现了物质极大丰富啊 这说明什么 不是说之前欧洲不可能达到这一步 是欧洲他不想达到这一步 他想垄断赚取更多的利润 而中国的理念不一样 仅此而已 他粉碎了什么 他粉碎了西方的垄断 最起码从根源上 让西方无法垄断 这西方能受得了吗 第二个 新能源产品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产能过剩 对于西方的产能过剩就对了 我就是产能过剩 对谁产能过剩 对西方 对西方帝国主义 对他们产能过剩是对的 对的 对他们产能过剩 我喜欢 因为这样 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 可以享受到最前沿的科技成果 以及他带来的发展红利 当每个人都实现了自己发展红利的时候 当每个人都有享受现代化发展的时候 这叫什么 实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有人问 西方说中国产能过剩 那你也这么说吗 那当然了 因为这是针对西方的产能过剩 针对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产能过剩 这些东西我都支持啊 如果西方不想看到中国产能过剩怎么办 那就得跟中国相向而行 放弃霸权 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后实现全世界经济民主的大战略 难道不是吗 为什么要实现经济民主 因为西方所宣传的政治民主 已经被实践是失败的 因为后冷战三十年 已经实践证明了 美国的那个所谓的政治民主 西方价值观是彻底失败的 除了在全球制造混乱 然后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 什么都做不到 就更别说发展了 当一个制度无法实现发展 无法实现超越 无法实现工业化 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时候 这个制度它再好 它宣传的也是个屁 就这么直接 这么说 后冷战三十年 证明了西方制度与价值观的全面失败 另外呢 我们看到了 当美国听到了这一切 当哈佛大学准备了这场会议的时候 谢峰大使的演讲被打断了三次 三个不同的时间 三名藏独的支持者和港独的支持者都是小女生 可能是拿了钱的那种举牌子喊口号 然后被保安人员赶出去 这是什么 这是你所谓的言论自由吗 还是美国的无能狂怒呢 请中国大使过来 然后弄一些假观众 你什么意思 你一点诚意都没有 但是他能改变什么 他能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 他还能改变美国衰败的过程 他什么都改变不了 只能证明美国这个系统除了一大堆小丑 就是一大堆巨婴 就这么简单 不过话又说回来 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否定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时候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否定西方价值观的时候 请允许美国无能狂怒一下吧 为什么 因为他充分证明美国现在的这个霸权快要不行了 他这种无能狂怒 他根本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